嗨,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那今天呢,我们要做很多很疯狂的大冒险 比如把图钉放在史莱姆里面 用Skittle来做史莱姆 还有一系列很疯狂的大冒险 那我们就进入影片吧 首先呢,我拿出了一个透明的史莱姆 嗯,其实也没有很透 又到了疑惑人生的时间了 我在做什么呢 玩了两个小时后 我终于发现原来我今天的任务不是来玩史莱姆的 所以我去找了我们今天要玩的东西 对,你没有看错 就是土钉 我在做什么 我知道你们看不到我在做什么 可是我在倒土钉哟 然后我的相机非常配合的不对焦 觉得被土钉刺到的感觉真爽 然后呢,我就非常小心的把我的手这样子擦在土钉里面 要开始被刺了,好爽哦 看到我有多么渴望被刺到吗 超爽的 虽然我的手一直受伤 可是你觉得我在乎吗 呃,其实蛮爽的 可是还是会痛好吗 知道接下来我要做什么吗 你应该没有猜对吧 我要在充满土钉的史莱姆里面起泡 祝我好运 难道我要起泡了吗 这感觉真爽 欢迎来到手的神经废掉的系列 废刺没有关系 可是,他还是要黏着我的手 你就那么爱我吗 不要黏着我的手好吗 为了营造我手流血的状况 所以呢,我决定为他染上红色 真的没有骗你,满手的土钉 不小心把你录进去了 嗨 我应该是要告诉你们 这个软料很红吧 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不要看我好像很轻松那样 其实土钉还在里面的 哇,好大力的扎下去哟 愚蠢的我,并没有看到那个土钉 哇,超爽的 真爽 接下来这个大冒险 我们需要五个瓶子 装满水的瓶子 I'm so cute 之后你需要一包Skittle 然后迅速的放完所有进去 让我们用撩秒 来看一下这个疗愈的画面吧 买了怎么可以不吃呢 紫色蛮好吃的 如果你在犹豫我在做什么的话 我再看卡路里 Oh my god 一粒七十九卡路里啊 然后我就骂粗口了 让水软色后呢 你就可以把莉莉拿出来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可是看起来很恶心 然后我花了很长时间 把所有的莉莉拿出来 一定会有留言说我浪费食物的 之后就如你所看的 我也不需要解释吧 这个应该是我做过最成功的大冒险了 之后呢,你要加入浇水 因为我们要做成 史莱姆 嗯,转错方向了 可是你觉得我在乎吗 之后就做史莱姆吧 哦,好漂亮 然后倒一个棚沙水可以倒出来 然后就继续搅拌搅拌 哎呦,好恶心 然后就继续搅拌 然后弄到满地都是水 然后再继续搅拌 然后弄到满地都是水 洗桌子 耶 聪明的我 觉得这样不行了 我不想再摸桌子了 所以我就换碗了 到了疑惑人生的时间 我在做什么呢 然后呢,我放太多水了 所以史莱姆全部倒出来了 抹桌子好好玩哦 之后呢 我就要把史莱姆拿出来了 我的手到底在做什么呢 之后就把所有的史莱姆都拿完出来 我真可爱 之后呢,你们就看我倒吧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放伤心的脸 给你们三秒时间欣赏这个漂亮的风景 然后不断扯断所有的史莱姆 它的味道很奇怪 酸酸再加Blue的味道 Blue 最喜欢扯断史莱姆了 之后就用一点美国的甘油 之后就把所有的史莱姆都混合在一起 我的名字叫可爱 经过一番放弃后呢 它最后是变这个样子的 这是我看过最丑的史莱姆 嗯 这是我从上海拿回来 过后一次都没有玩过 一次都没有玩过 我要来试一下玩乐 太空沙到底怎么玩啊 之后我把太空沙当作史莱姆了 之后呢,我就继续玩乐 好好玩哦 好酷哦 我终于记得我自己的任务了 然后我就把一个史莱姆拿出来 猜猜我要做什么呢 你应该猜不到吧 玩了两个小时后我还是玩不够 我还是不要放手 噢,猜进去会有什么反应 今天我们要做的大冒险 就是把超多太空沙放进史莱姆里面 嗯,它就变这样子 之后把更多的太空沙放进去 这个大冒险是这支影片中 浪费最多时间 浪费最多钱的一个实验 它的质体呢,就变到那种 很像沙沙的那种质体 然后呢,它已经不能拉伸了 之后呢,当然要加入更多的太空沙 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多余的人 欢迎来到太空沙不用钱系列 然后它已经变得非常非常的重 然后我要拿上来又拿不起来 这样子 然后它已经完全不粘手了 比起一开始来说 它已经是 它最后呢,是连搓声都没有了 所以呢,这个大冒险呢 让这个史莱姆已经变得 非常的没有用 又不能搓又不能拉 什么都不可以 今天的影片就结束咯 喜欢这影片 记得按赞并且分享出去 最重要是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记得追踪我的Instagram 还有Facebook 可以看到更多史莱姆影片 下次再见,拜拜